大家好,歡迎收看這一節的天氣報告 我是張家俊 今天香港受到一度廣闊的低壓槽影響 天氣都頗不穩定 先和大家看看大範圍的衛星雲圖 我們可以見到沿岸地區以至南海北部 都受到一些廣闊的雲團覆蓋著 所以下午在維港看出去 我們都見到今天都頗多雲 而慶幸方面在雷達圖 亦都可以見到 這些與廣闊低壓槽相關的趙雨 今天都一直影響著香港 所以截至到下午四點鐘 香港多處地方都錄得超過10毫米雨量 而當中新界北部是更加錄得超過50毫米雨量 由於今天天色不太好 以及有雨 香港最高氣溫都普遍在29至31度左右 至於之外的天氣 我們預計這裏廣闊的低壓槽 明天都會繼續為南海北部 以至華南沿岸地區帶來一些趙雨和雷暴的天氣 我們預計這裏廣闊的低壓槽 會在最後一兩日有所減弱 但沿岸地區都依然會有幾陣趙雨 而隨著高風範圈逐漸增強 我們預計這星期的後期到下午初 中國東南部的天色會好轉 日間酷熱 至於今晚昨天的詳細天氣預測 大致多云 間中會有趙雨和幾陣狂風雷暴 明天雨勢有時頗大 而氣溫在26至29度左右 風方面是吹和緩的南至東南風 離岸風勢簡中清淨 至於展望 我們預計隨後一兩日 就遇會逐漸減少 而去到接近週末 去到下週初 部分時間會有陽光和酷熱 今次的天氣報告就來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看 再見